1948年,大汉奸周佛海在监狱中因癌症死亡 留下了这张老照片 从镜头中可以看出 长期的癌症折磨让他的身体已经骨瘦临寻 嘴巴微张,面容非常凄惨 然而,他的悲惨下场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 因为这是他就由自取的结果 也是他作为一个汉奸所应得的报应